警察来了 不过酒客似乎没看在眼里 出手拉扯继续打 过程中还有人跌坐在地上 当时警员下车后 掏出辣椒水先喷了再说 一旁有女性民众也顾不得 劈头散发往前冲 帮忙劝驾 最后 闹事民众被隔开分两边 警力坐镇现场紧盯戒备 紧握紧棍 就是为了避免酒客再闹事 不过这一闹 其中一方 还有人因此赤裸上半身 至于被喷辣椒水的民众 则坐上救护车 用生理食盐水清洗眼球 深夜打群架 两名酒客因为被喷辣椒水送医 是发现场就在台中北屯 河北西街一处KTV 夜里散场不回家 两个包厢的其中四名酒客 互看不顺眼 在大门口打了起来 中风在大厅互呛 酒后互呛 酒后就喊一句说 进而引发冲突 两派人马一共有八人出面劝架 却还是拦不住四名酒客的怒气 防疫新生活才正要开始 当街开打这一闹 让夜间部不安宁 3075正面场 陈真栋 台中报道